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穿得很暖和的Sugi 现在各个地区应该都已经进入深冬了吧 所以今天的视频主题呢 就是非常应景的保暖穿搭分享 那我们一起从色彩搭配 以及细节单品入手 一起过一个保暖又时髦的冬天吧 第一套闪亮灯场 我觉得这一套是冬季穿搭里面最淘桥 这种大色块撞色的一套 因为我自己个人认为相比于春夏 冬季单品的面积都非常大嘛 所以说通过太微小的细节变化 很难在视觉上面一下子提升穿搭的层次感 而这种大色块搭配的穿搭 在冬季就更容易脱颖而出 然后这件羽绒服啊 我觉得气质上非常的雪深气 然后再搭配上经典的黑白板鞋 我觉得整体是一套松弛感非常强的穿搭 而且这件羽绒服真的很保暖 我在家里面露 穿羽绒服真的很热很热 这件我觉得唯一就是 它可能没有非常的挡风啊 因为它是这种面包服的设计 但是保暖度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种饱和度很低的中性坨色 我个人觉得在穿搭上来说 也是一块很好的画板 就你在此之上搭配什么色彩都不会太违和 比如说这套我又用到了这条 Cizanne的蓝色围巾 我觉得也是打破秋冬沉闷感的一款时髦利器 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件羽绒服它下面的下围这里是有一个松紧带可以调节大小的 所以你想按它长着一点的时候它就可以长着一点 你想要像这样子就是收紧不漏风进去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这个松紧带收紧 这套搭配的裤子是我黑五打折买的VANS的纯牙毛格子破 他们家的羊毛裤真的巨巨巨巨舒服 而且超级无敌暖和 我之前买了好几条床黑色都被我妈抢走了 我自己是测试下来 他们家的羊毛裤零下五度以上 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二套和第三套都会利用到这顶 我最近出镜率非常高的冷帽 我是之前刷到中储夕的一张照片之后 去淘宝几十块钱随便买的 但真的没有想到超级好戴 而且保暖性能也还不错 我个人觉得它很大头友好 就它比起那种很薄的 然后非常贴头皮的帽子 它的帽颜是有一点卷边的 所以它可以增加太阳穴这两边的饱满感 就会显得脸比较小 而且它帽子后面这里是有一个可以调节的线的 可以通过这个线去调整帽子后方堆叠的程度 但我觉得它比一般的帽子会更蓬松一点点 就比较适合搭配像这样子冬季的衣服 如果说你本身搭配的衣服体量不够大的话 这顶冷帽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显头大 在冬季如果说你要追求穿搭的 扛风保暖度的话 其实不论你选择的羊毛大衣 本身材质有多好 它都得先让位给厚度 那我身上这件fabric跟韩国设计师 Kathleen Kai独家合作的限量款的羊毛大衣 我觉得就把美光和实用性结合得很好 它既有羊毛大衣这种美光的特点 但是它的内里全部都是夹棉的 包括袖子里面全部都是夹棉的 然后外面的材质也一点不含糊 是52%的绵羊毛 22%的亚麻和16%的麻海毛 所以可以做到一个双重保暖的效果 这件大衣它板型上面本身还是比较厚实的 所以它在肩部这个地方的设计 就没有再加强垫肩了 反而做的是这种有一点轻微落肩的设计 然后领口也做得比较大 这样子可以切割一部分 整体就是肩板这个地方的厚实感 就会显得人稍微窄一点点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在格纹当中加入的 像麦穗一样的白色车线 这个也是它自己个人的一个标志性的设计元素 那因为这件外套它本身的这个设计感啊 时髦元素都已经非常的聪明了 所以说内里搭配我就选择了一切从简 就只利用了一件同色系的小马甲 增加了一点扇深的层次感 在冬季搭配这种比较厚重 然后本身又比较有设计感大意的时候 一定要时刻紧记 其他单品的选择务必要克制 不能浑身都是重点哦 不然真的很容易把自己穿成一个圣诞树 然后下半身呢 我是选择了一条紧身的黑色牛仔裤 再加上黑色长靴 我觉得这样的搭配不仅俐落 显高 不拖沓 而且呢你用皮靴包裹住小腿 也比你单穿裤子要更加保暖一些 那接下来说到的第三套呢 就是运用了一个黑白灰的基础配色 主要走了一个裤盖的路线 那之前三哈的羽绒服 其实我在我的日常OTD里面 也发了好几回了 真的越穿越喜欢 而且我前几天穿去苹果店买东西的时候 还被店员小姐姐拦下来问牌子了 它前面是这种非常俐落的风衣版型 就完全没有一般那种羽绒服 派克大衣比较臃肿的感觉 非常的俐落 但是它后背这个地方 这种拼接面包服的设计 觉得特别的有巧思 而且你在侧面看的时候 会比它如果一整天做的都是前面这种材质 它的立体感 造型感 轮廓感都会更好 它不是那种纯白色 它是带一点点暖掉的这种米杏色 跟我这套搭配的这个大王包的颜色 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大王包这个是完全的白色 但这个是偏一点点暖掉的这种颜色 而且这个面料真的很妙 就你在这种稍微远一点点看 特别在这种灯光的照射下 它会有一点点那种皮质的光泽感 就特别酷 对比我刚才说到的第一件 我觉得这件它会更加的扛风一些 就在纽约这种一到冬天 风能够把头吹掉的城市里面 我觉得会更实穿一点点 而且这件它在浅色大衣里面 我觉得算是比较耐脏的了 最近穿出门也没有特别注意 拍照的时候也是这里栏杆靠一靠 那里栏杆靠一靠 都没有发现哪里搞脏了 你看非常容易搞脏的袖口 也完全没有任何弄脏的痕迹 为了配合这件羽绒服的裤盖风格 其他所有的单品也全部都是冷感偏重的 包括我在视频上的选择 你看戒指 项链 包括包包的这个金属部分 也全部都是银色的 里面搭配的这件 Fourcoin的花花毛衣 它的底色是深灰的 所以比起一般纯黑色的内搭 就是它搭在里面层次感也会更好一些 而且这件毛衣 它也有含50%的羊绒 会比一般的羊毛毛衣要保暖非常的多 不过我下半身搭配的 他们家这条西裤是没有含羊毛的 怕冷的话会建议在里面塞一条秋裤 而且像这种西裤我觉得塞秋裤也比较合适 就比较有空间嘛 也可以在裤子里面穿这种羊绒的打底裤 就会比一般那种秋裤要暖和非常多 然后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在北美卖羊绒的牌子 叫Naked Cashmere 我穿下来我觉得要比之前的Cashmere in Love的材质要更好 更厚一些 你们看这个是Cashmere in Love的 感觉会稍稍有一点薄 这款是Naked Cashmere的 就感觉会更厚实一点点 而且它穿在牛仔裤里面也不太容易卷边 Cashmere in Love这一款穿在牛仔裤里面 这样穿上来的时候 它边边这边就很容易卷起来 然后还有一个在北美这边卖羊毛制品很好的牌子 就是Napolage Wear 它们大多数都是羊绒混返或者是纯羊毛的 所以它们的价格也会比较可爱一点点 我之前在黑五那个视频的开头 穿了一件灰色的他们家的家居服 就好多好多人问 是一件羊毛的外套 就在家里面那件外套就跟展在我身上一样 特别特别舒服 国内小伙伴如果不好买这些牌子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淘宝的选择更多也更便宜 我之前有买过这样子一条长款这种羊绒打底裤 我就想着说今年如果有去雪山的时候可以穿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而且设计非常的好 包括它在单部这个地方 就没有完全全部都用羊毛 它还用了一点这种棉部去缝 我觉得它穿上的舒适感还是挺高的 但是羊绒的部分稍稍有一点点渣 没有Naked Cashmere那么的贴身柔软 但是价格真的可爱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那接下来这套呢 我觉得是很适合近期节日的一套红色穿搭 其实节日穿搭完全不需要 就浑身都红通通的 客制的选择一两件单品 就完全足够营造出节日的氛围感了 这套搭配这条红色围巾 也是我在黑五的时候买的啊 就是五折买的我记得 真的一整个撞到 质感非常的好 完全不扎 我觉得比Acne Studio那条格子的马海毛 围巾要轻浮多了 说到围巾这里有一个我自己的小经验 想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像这种体积感比较大的围巾 我个人觉得最好不要再搭配帽子了 除非你有那种模特般的小头小脸 不然帽子和围巾最好只选一个就够了 要不然头部这个地方的堆积感会太强 就会显得你上半身 头部这个地方就更大了 我身上这件羊毛西装外套 其实我前几年就有推荐过 他们的黑色版本啊 今年发现他们出新色了 是不是跟我黑五推荐那件特别的像 但这件其实会更厚啊 我觉得还厚蛮多的 至少厚一倍吧 会更适合冷一点的冬天穿 而且这件比起黑五推荐那件 也会稍长一点点 这件的背后就有他们很标志性的 这个可以调节腰部宽松的带子 如果说你想要提高腰线的话 你可以再收紧一点点 然后你扣起来之后 这边就有很明显的收腰感 但羊毛外套毕竟不比羽绒服嘛 所以我内里搭配这件红色毛衣 也是含有50%羊绒的 然后这件拼色的毛衣 也是来自fabric的 它这个配色特别有节日氛围 这套一整个搭配起来 我觉得零度左右 应该是可以hold住的 大家在秋冬 千万不要害怕去尝试白色的搭配哦 我觉得其实白色系在秋冬 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打破沉闷僵局的色系 特别是这套这种文艺气息 特别重的搭配 我里面穿的这件 西剑的真丝衬衫 绝对是我近期收到 最满意的一件 冬季蝶穿的单品啊 它这个花瓣丽领的设计 真的特别特别适合蝶穿 不会像一般的衬衫那样子 穿在大衣里面会滑来滑去的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它这个丽领 是离脖子有一定距离的 它不是这样子完全贴在脖子上的 如果它这样完全贴在脖子上 就会显到这个地方有一点局促 用来搭配这种V0的毛衣开衫 简直就一整个天生一对 而且这件毛衣开衫 它袖口这个地方的细节 我也很喜欢 看见没有 它是有一点点波浪的这种弧度 凑起来的时候 也是通过这种小小的细节 增加了整件衣服的这种精致感 不过这里大家也要注意 就是叠穿在冬季大衣里面的开衫毛衣 尽量要选择这种 就材质比较薄暖比较好 但是它本身是偏薄偏柔软的 会比较好搭一点点 那种太硬挺蓬松的款式 很容易叠穿的显臃肿 我觉得这套还挺适合上班穿的 你到工作的地方把外套脱掉 里面还是非常完整的一套搭配 这套我会选择在外面搭配一件 这种风衣版型的羊毛大衣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保暖 它也是有内衬的 非常的胆风 但这件大衣穿起来 说实话是蛮有重量的 所以我不太推荐给那些 对大衣的重量比较敏感 然后兼备不太好的女生 如果说你在冬天穿这种羊毛大衣 就是无论如果还是觉得太冷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在里面再叠加一件 这种比较薄一点的羽绒马甲 虽然说这样子穿起来 其实没有什么存在感 也完全看不出来 但是穿在里面至少还可以给你增加 两到三度的体感温度吧 终于来到第六套 终于快讲完了 接下来这套的外套呢 也是来自彩汉 我最近讲他们家 是不是讲的有点太多了 但真的不是广告啊 虽然说确实是他们寄来的PR品 但是我基本上每一天 都能收到品牌寄来的PR品 就各种各样品牌都有 所以说它能出现在我的视频里面 肯定都是经过我精挑细选的 我觉得确实品质啊 版型啊都很出彩的 我才会分享给大家 这件格魂它剪裁真的很绝 我之前其实就有介绍过一次了 它这双面泥大衣里面 我见过最厚实最胆风了 保暖程度堪称双面泥里面的派克大衣 而且它整件衣服 穿上身的立体感非常非常的好 你看尤其是领子这个地方 这个层次感是不是非常的好 然后你手放下来 它的袖子这个地方 会有一点点轻微外扩的这种弧度 也非常的流畅高级 那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件大衣 我觉得是会比较压个子的 因为它确实比较大件 我不建议一米六一下女生去尝试 而且搭配上面 你也要尽量去选择 体量感比较大的鞋子搭配 要不然你穿那种比较小 比较基础款的鞋子 很难去平衡它的扩型 这套内里搭配的这件 脸貌毛衣是很好看 我也觉得很好看 而且穿上身的质感也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说你住在比较冷的地方 我不推荐 如果你是住在南方的女生的话 我觉得OK 因为这件基本上没有什么含毛量 我其实是用这件衣服来呼应 这款包包的白色部分 就是这款Hero的包包 我今年真的超级无级究极 喜欢他们家包包 我已经买了两款了 一款是夏天那款 就比较软一点点的 这款就是会更大一点 都非常能装 而且搭配起来就非常有造型感 随便一拿 就是就非常的时髦 所以它里面其实还有一条袋子 你可以这样子背 那这件衣服秀光点太大了 可能还是比较适合这样子拎着 那这款包包皮质的部分呢 就是呼应了搭配这条皮裤 我之前就有推荐过了 如果你可以接受皮裤的话 冬天穿真的 巨巨巨巨保暖 就薄薄的一条 能够抵上那种加绒的牛仔裤 更何况这条Eggotie的皮裤 它也是加了一层薄绒的 穿起来真的是密不透风 巨保暖 这套还有一个保暖利器 就是我头上的这款 已经快把我热死的 Reganbone的帽子 它们家的冷帽 是我这么多年 在北美这边买过的 我觉得最适合亚洲人的冷帽 它的边缘就是不会过大 就显得头能当散称 有些品牌 帽颜这里特别的大 你近看就自拍还好 但是你远看的话 就会显得有那种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但这款它也不会太贴头 比它的边缘这个地方 它还是有一定的体积感的 而且最重点就是它弹性非常的好 完全不勒头 而且非常保暖 我现在被它热的 一定有点神志不清了 我们直接进入下一套吧 另一顶Reganbone的冷帽呢 就是我去年买的这顶 克莱因蓝的 跟Nandushka这件皮质棉服 搭配起来是不是 也挺配的 这个配色也是我说过无数次的 冬天这种大色块的棕色 和蓝色的搭配 真的很讨巧 而且特别容易搭得出彩 而且我也一直记着你们有跟我反馈过的 就是觉得唇色内搭 冬天进室内 脱掉外套之后 里面会觉得太素了 有一点尴尬 那你们可以选择这种 自带线条设计感的牙毛内搭 我特别喜欢这件 腰部这个地方 这个X线条的设计 就你穿上身会显得上半身的 身体曲线特别的好 而且它肩部这个地方 还有做了一点点这种 轻微漏肤的设计 而且冬季想要保暖 选皮质单品 绝对不会出错 我现在已经有点穿不住了 真的太热了 这件皮质棉服 虽然说它的长度不太挑身高 而且整体的设计也比较显头小 但是确实会比较适合 理型身材的女生 如果说你本身肩背就比较厚的话 穿这件可能 侧面就会显得有一点太古了 这套虽然已经有了 这种很亮眼的颜色点缀 但是因为都是比较分散的大色块 单品的设计也不是很繁复 所以其实还是有空间 在加入一个很可爱的 时髦单品的 比如说我之前跟大家说到的这款 是不是很可爱 这个发发包包 虽然说感觉不是很实用 就很小装不了什么东西 但真的好可爱 再配上我的这款墨镜 我就是整条街最亮的在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 有在寒冬里面给大家带来一些 保持时髦的同时 也保持温暖的穿搭启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收藏一键三连哦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